刘邦和项羽 刘邦是永远不会明明项羽 他也不屑明白 他们本就是两路人 两个世界的人 项羽死时三十岁 和现在的90后的年纪相若 今天的90后面临各种焦虑 为了房子而发愁 做困愁成 人家项羽在这个年纪 已经创造了初步式的工业 在历史上狠狠地留下了 自己的痕迹 项羽跟随项羽起兵反抗秦朝时 二十四岁项羽战死 异地派宋义接手项羽的军队 项羽不服 杀了宋义 开始自己独自征伐天下 正式开始他的传席 这年他二十五岁 开门第一站就杀苏角 鲁王李 射奸不降处 自烧杀 这一站让联军中的将军 从对项羽看清 道见了 他都从门口就跪下西行 战争有时候还是看成绩的 项羽年纪轻轻就拿出一份优异的成绩单 年轻有个好处 做事有冲劲 年轻有个坏处 做事太有冲劲 项羽的成功来得很容易 他的一生太顺了 三十年的人生没有挫折 巨鹿之战一战震惊天下 然后灭秦朝杀紫英 杀异地自封西楚霸王 秦莫群雄在他面前没有一战之力 他的人生就像开挂的 正因为年轻 他的人生信奉不服就干 因而得罪了很多人 他也不在乎得罪这些诸侯 不服 大揪完了 但是逐渐地他发现 敌人越来越多 他有点累了 想带着鱼姬回家 回鹏城 然后他就发现 自己再也回不去了 该下一战十面埋伏 这是他人生遇到一个大坎 他本来可以逃走 但是 他无法迈过自己心里那道坎 项羽的自杀很大原因是因为面子 因为他一直战无不胜 他不允许自己失败 展开全文他要脸 他的世界里败等于此 这就像去年早些时 后的那个著名八零后创建者 前半生一直很顺 各种意味 他被架上一个高台下不来了 后来 他事业遇到挫折时 他一直独自扛着 扛不动了一死相谢 人生如果一直很顺 没有挫折 未必是啥好事 抗家能力差的人 挫折来时 往往自己想不开会做极端的事情 和项羽不同 刘邦前半生一直不顺 他参加抗秦义军的时候 已经四十多了 刘邦的前半生过得咋样呢 首先是穷 他家里不富裕 刘邦还有手好钱 四处交朋友 请酒肉朋友来家里喝大酒 花钱如流水 问题是 他的前十家里的共有财产 他老爹和父亲辛苦打拼 当然不希望他把家里的博产都给挥霍了 据说有一次他领朋友回家吃饭 他大嫂看见刘邦领着一帮人往家里来 起身装作刷锅 勺子把锅边碰得很响 这帮人一看说 刘继你家吃过饭了 我们就不叨扰了 刘邦他爹也经常敲打他 说 刘继啥 你哥哥凶 帝都老是本分的种地养家 你看你争天四处游荡 吃啥啥没够 干啥啥不行 我看将来刘家发家这副得靠你二哥留重 肯定指望不上你 家人对他很不留情面 刘邦在家里的状态 用一个天坚明小吃可以形容 狗不利 因为整天游手好险 快四十了 刘邦还没娶上媳妇 和村里曹把佛勾搭生了个私生子刘肥 也算好歹有够后 刘邦虽然吊儿郎当 但是人脉很广 从杀狗卖肉的反怀 到县里那二把手销和都算是他哥们 有一次来沛县避难的旅公请客 刘邦去旅公见蹭饭 被旅公看出了他的天赋异禀 死活要把自己闺女须给他 快四十岁的时候 刘邦才娶媳妇 旅公看中他什么呢 真的看出他今后能当皇帝 我觉得大约是看中了他在沛县的人脉 旅公毕竟是外乡人 在沛县无依无靠不好立足 刘邦一看就是地头蛇 和他攀上关系 大约旅家能在沛县立稳脚跟 刘邦前半一直在底 曾讨生活 见识了人情冷暖是太炎凉 秦末大乱 因缘忌讳他加入反秦大潮 在各路诸侯之中 刘邦一开始是很弱小的一支 但是他发展得很快 很快就能和项羽分庭抗礼了 刘邦和项羽不同 项羽一直杀气腾腾 一往无闲 充满了朝气 是个理想主义者 刘邦这时候已经算个老人了 他和秦始皇只差一岁 和项羽差了一辈人 小孩子永远杀气腾腾 大人们只看利弊 在刘邦眼里 项羽就是个孩子 虽然半生不顺 但是刘邦也积累了丰富的底层生活经验 他懂得合纵连横 懂人们需要什么 他靠分钱来收满人心 韩信向他要假齐王的官类 就是代理齐王 这时候 刘邦正被项羽追着打得焦头烂额 听到韩信邀官心里自然不快 张口就骂 韩信这小子旁边的张良陈平 一人踩了他的脚以下 暗示他这会儿不能得罪韩信 刘邦反应也快 谎话张口就来继续骂道 韩信这儿 小子太没出血 当啥代理齐王 要当就当真的 大丈夫定诸侯 极为真王尔 和以假为 刘邦和项羽不同 他追求成功 不太在乎脸面 败了能跑就跑 项羽要把他老爹做成肉汤 他也能厚着脸皮说一句 做好了记着分我一杯羹啊 而且他舍得分钱分利益 虽然他说话办事很粗鲁 但是跟着他的人越来越多 项羽这人很精细 据说 世明受伤了他会掉眼泪 但是他对钱有很在意 分封诸侯时 不舍得躲上一分利益 能力出众的项羽 如果有刘邦阅历 也许幸运之神 就不会垂青刘邦了 但是可惜他除了勇武 综合能力方面都不如刘邦 所以 刘邦说 林中懂了项羽 大约只是很多人的一厢情愿 他完全不必去懂项羽 本质上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项羽像个天真的孩子 有点财迷舍不得把玩具拿出来分享 刘邦则是个狠世故的大人 他懂得轻重缓急 懂得大舍大怠 起于草莽终于 帝王 刘邦临终时回首自己的一生 大约应该无憾 刘邦半生落魄 恰逢秦末大变局 龙变兴剧 跌宕起伏 数年时间打下了一份大大的佳业 他这一生很圆满 迷留只记刘邦 刘邦的目光从长乐宫的屋领间望去 望见了苍雄 望见了十几年前的自己 他站在咸阳街头咬一口热乎的肉夹馍 肥肉的香菜唇齿间迷在 忽然街上人声鼎沸 原来是使皇帝的车队经过 车邻邻马 萧萧好不威风 看着车队刘邦不由感慨 大丈夫当如此 忽然听到身后有人怒吼 比将取而代之 他一回头 见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 邀选宝剑 长得鹦鹉大爽 此时他手按剑柄 盯着秦始皇的车架满脸怒容 青年身边一个中年人 对着刘邦露出一抹打扰了的微笑 拉着青年挤出了人群 消失在人海 大约四十岁的刘邦不会想到 他和这个年轻人还会再见 并且在千百年后的纸书上 他们的名字会纠缠在意 起 闻 薛白跑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